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季界面的一个新一代工作流调度平台 那它具备着哪些特性呢 第一个是我们基于云原生的设计 支持Docker和K8S的部署 第二个是高可用 我们其实通过右边的图可以看到 我们的Master Server和Worker Server 可以多台同时工作 并且他们是采用着五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么第三个是我们的界面是非常的友好 因为在立项之初 Dolphin Scheduler就秉持着大道之检 亦用亦维护的核心理念 那么也正是基于此 我们在界面友好的同时 通过拖拉拽的方式 就可以快速定义出任务之间复杂的依赖关系 那么还有第四个 就是我们支持丰富的数据场景 在这里呢 不仅仅是支持丰富的数据员 还可以支持丰富的任务 比如说我们的Flink任务 然后Spark任务 Circle任务等等 当然Dolphin Scheduler 它还有着很多实用性的功能 那么更多的这样的功能介绍 我们可以去查看Dolphin Scheduler的官方网站 在里面呢就会有非常详细的部署说明用户手册 好我们如何去快速的去评价 一个社区的发展情况呢 它其实是有一些指标 可以说可以侧面的去进行反应 好那在介绍Apache Dolphin Scheduler的这些指标之前呢 我们先去看看在Apache的社区里有哪些角色 因为一个社区 它之所以可以健康持续的往前发展 一定是有一群拥有着共同愿景的人 他们一起前行 一起去推动社区往前健康的发展 好那首先呢 第一个呢就是用户 那么用户 它其实指的就是当我们去使用了开源软件 那么就是这个开源软件的用户 好那如果呢 它对社区又做出了贡献 那么就可以成为一个贡献者contributor或者叫developer 而如果它在社区里又做出了一些更多的贡献 那么它就可以被选举为committer 而它就拥有了一些便利性 就可以去合并我们的代码库 那么还有呢 就是TMC 那可能又拥有了更多的便利性 它可以去对committer TMC进行这样的选举 还有呢 就是当我们的发起项目毕业之后呢 会产生一个新的角色 叫做TMC Chair 那么它是有所有的PPMRC去推举出来一个TMC 充当我们的TMC Chair的职责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呢就进入了Apaq TMC Chair的一个发展的情况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是给它哈高的斯大 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小于100 因为在刚进入发起的时候 我还比较关注斯大的指标 但是在后面的时候会发现呢 其实社区里面应该更加关注的是 我们的用户数 我们的贡献者的数量 还有我们的ecio 有件列表的数量 好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用户量 其实也有着很大的一个增长 那么我们最开始的是30 然后毕业的时候是400 而现在的话已经发展到600 那么这其实就是用户对于Dolphin Schedule的一个肯定 那还有就是 很关键的一个指标 就是我们的贡献者的数量 那么我们去衡量一个社区 它是否健康呢 往持续的发展 其实就是它的贡献者的数量 是否在增加 是否在活跃 而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8位贡献者 而现在的话呢 已经到达220位 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在 大概不到两年的时间 有一个非常这样快速的一个发展 还有就是我们的Commitor PMC 这样的一个数量的增加 还有就是Essue和邮件列表 Essue的数量和一件列表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呢 可以去反映出来一个社区 它异步协作能力 它开放的程度 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其实Dolphin Schedule一直在坚持着Apache way 坚持着里面的透明开放 坚持着里面的异步协作 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说社区呢 也在Apache way的这样的一个坚持下 持续的向前发展 好 下面去介绍一下Apache腐化器 那么任何一个项目呢 希望能够捐献给Apache经费 一定是先捐献给Apache腐化器 而在腐化过程中 Apache腐化器呢 会给我们很多关于Apache way这样的一个指导 最终帮助我们呢 希望能够成长为一个顶级项目 好 下面我们就看看 在腐化的过程中都有哪些阶段 好 首先第一个呢 如果我们希望进入到Apache腐化器 我们要去找到一个签品 就是我们的引路人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那么其实在Dolphin Scatter 捐献给Apache腐化器之前呢 就在这里呢 就是用了很大的一个精力 我直到现在呢 还非常清晰的记者 当第一次见到Champion的时候 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为什么做开源 为什么要把项目捐献给Apache基金会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 我发现 也正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设定了 坚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一开始其实就决定了 要做一个开源的分布式调度系统 我们希望把它捐献给全球最大的开源基金会 我们希望可以让全球更多的个人和企业去使用它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初衷和共识 那么在后面呢 不管遇到再多的困难 我们都会坚持 我们最终呢 也成功的进入到了Apache腐化器 也最终成功的成为了定级项目 而这一切呢 都跟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共识 是分不开的 好 整个腐化器里进行一个投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也要去找到自己的Mental 而这里至少是需要一名签品和两名Mental 我们才可以去进入到Apache腐化器 好 如果投票成功了 我们就也进入到了Apache腐化器 就可以做一些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去让基础设施帮助我们去创建代码库 有件列表 好 再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 如果是以单位的名义 去把项目捐献给Apache腐化器 那么就需要签署SGA协议 如果是一个人呢 就需要去签署ICLA协议 而我们呢 当时是以公司的名义 所以说我们既签了SGA协议 也需要初始提要者去签署ICLA协议 好 那在整个的腐化过程中呢 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去构建我们社区的过程 在这样的过程里 我们会坚守着Apache胃 然后呢 去选举我们的committer 保证我们的社区往前发展 好 如果我们的社区发展的足够健康 那么我们就可以成长为一个顶级项目 而如果在发展阶段的遇到一些瓶颈 无法证明自己的社区 有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可能就会被成为一个退役的项目 好 如果我们进入到了Apache 到底有哪些事情是需要我们提前去做呢 那么其实在我们刚进入Forec的时候 我们的Champion呢 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 有哪些是需要早点去做的 比如说发板 它一直在去给我们强调 发板要越早越好 但是在当时呢 我们并没有在最开始的时候 特别的去注重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捐给Apache经营会之前 其实我们在GitHub上已经做了多次的发板 我们认为只要我们的代码测试功能没问题 这个发板的流程会非常的迅速 但是其实在Apache里面呢 它对于发板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 首先在license这样的一个梳理 就会占用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于license呢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而还有就是我们的发板的流程 它也会比较复杂 等一下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还有就是尽早要做的就是 学习Apache会 实践Apache会 好我们去个例子 比如说在Apache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名言 叫Community Overcoder 还有我们做到要尽早去做到 我们要开放的沟通 我们一步的协作 多个处理提要者可能是在一家公司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进行 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那其实我们需要越早越好 去变成一步沟通 即使我们是面对面 但是我们要选择通过旧线列表去沟通 通过一球去沟通 因为我们很多的贡献者 它一定是来自于不同的公司 这样的话 其实更便于我们社区早日健康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好还有第三个是我们的文档 文档要越详细越好 越早越好 越完善越好 比如说我们的编译文档 部署文档 我们如何使用的文档 包括如何贡献的文档 好下面呢 重点去聊一下发版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首先呢 我们要去发版 肯定要去整理我们的license 那么license 首先我们去看它的位置 好在阿帕西基金会呢 其实强制的要求是我们必须要发原代码的版本 但是我们社区为了用户的方便性 我们一般也会发二进制的版本 那它们呢就会在不同的位置 好还有就是我们要去着重去看license的兼容性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license都可以在阿帕西进行发版 只有个别这样的种类的license 才可以兼容我们的阿帕西协议 好首先我们先去看一下license的位置 那么以Dolphin Schedule为例 好在最左边 它是一个原代码license的位置 那么我会发现呢 我们的license文件 notice文件呢 它都在我们的项目的根目桌下面 好还有一个license 它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那如果我们的项目呢 没有圆码的依赖 那么其实就不需要license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好我们再去看右边 右边的话是一个二进制license的位置 好我们去可以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模块 然后去放我们二进制的license信息 notice信息 license详细信息等等 好再去介绍一下license的兼容性 那么在阿帕西的官方网站上呢 会有一个链接 所以在里面有它有对license 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介绍 主要呢分为三类 我们的A类 B类和X类 好首先呢 A类的话 它可以满足我们的圆码和二进制依赖 但是B类呢 我们不能够把它引入到我们的圆码依赖中 好那A类的话 主要就是Apaq的协议 然后是MIT的协议BSD的协议 好那B类的话呢 它会像CDDL的协议 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如果我们去依赖了圆码 那么我们在引入圆码依赖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看它是否是属于B类 如果是B类的话 我们是不允许把它依赖到我们的圆码里 好还有就是X类 X类的话 它不能够存在于我们的圆码里 也不能存在于我们的二进制依赖 好那只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它是一个可选的可选的依赖 比如说如果我们希望去支持到MySQL的功能 而MySQL呢它又是一个GPL的协议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够在我们的项目里强制依赖MySQL 而是作为一个可选的依赖 有用户去选择 好那再去看看我们发版的时候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当我们去要把我们的项目去上传到Apaq的staging仓库的时候 那么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权限拒绝的问题 那么在最开始我们认为可能是用户权限的一个问题 我们就多个PPMC 然后轮流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尝试 发现都会报同样的错误 那么最后呢 就求助了我们的Apaq基础设施 也很快的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解决 好那下面的话 其实最下面的链接呢 其实有Apaq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发版的参考的流程 那么还有第二个 这个是一个在当时 让我一直没有搞清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潜在的版权的问题 那么是当我们去进行第一次发版的时候 然后加斯蒂就给我们回了一封邮件 它说就是有一个内容 它有一个文件 它是以NPM编译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文件 而我们没有权限去对它进行发布 好我看了里面的内容 当时我没有看出来 为什么它我们没有权限去发版它 然后我又点进去看里面的链接呢 然后最后去看 它里面呢 说它是确实存在一个版权的问题 然后我这个时候还是不太清楚 然后就去谷歌上进行了一个搜索 然后我发现原来它是一篇散文 然后再去看这份邮件 然后就会发现了 哦原来不仅仅是我们double了 还有其他项目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散文呢 它是在一九三几年发表的 但是它的版权会到2027年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潜在的版权问题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尽快的进行一个发版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很多隐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可能其他项目呢 它已经遇到过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尽早去订阅 i general的这样的一个邮件列表 看看别人发版都遇到了哪些问题 当然除了以上的问题 还会有其他的问题 我在这里呢 就不一一的列举 比如说有我们的字体图标 还有license头 还有就是我们的免得声明的缺失 包括我们lensin文件的缺失 我们pdb签名的不生效等等 好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发版的流程 为什么要建议我们要尽早发版 就是因为我们发版的流程 是比较的复杂和严苛 除了在上面的那些问题呢 即使我们解决了 我们就要重新发起吸引人的投票 好那吸引人的投票呢 我们会发现它整个要经历的流程是什么 第一个呢 是我们必须要经过自己社区的 dv邮件列表 好在这里呢 必须三个ppmc进行投票 还有要遵循 apache的投票的标准规则 就是至少72小时 然后如果成功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incubator的general邮件列表 那在这里呢 需要至少三名incubator pmc的投票 还有就是依然要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 就是72小时原则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我们最快要发布一个版本 也需要六天的时间 但是如果我们在第一次发版的时候 遇到了两三次问题 是不是一个月的时间 它就已经过去了 好除了发版 还有哪些关键的流 关键的阶段呢 在整个孵化这里当中 那么其实我们看一下左边 左边的话就是dolphin schedule的一些事件 好我们会看到呢dolphin schedule是在2019年8月29号进入到复华期 那么是在2021年3月呢进行毕业 好在中间呢 我们会看到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选举committer 我们选举pmc我们进行发版 好那除了这些呢 其实 还有关键的阶段就是我们要养成 异步协作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我们要养成基于共识去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制定模式 我们要去做到足够的开放 足够的透明 好因为其实我们在最开始进入到阿拉伯期的时候 因为在之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时的工具进行沟通 比如说微信甚至打电话 但是呢当进入了阿拉伯期福阿奇之后呢 其实它是一个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外部的贡献者 那所以说呢 我们要一开始就做到足够的透明和开放 我们要把我们的讨论的流程 我们下决斗的流程都可以在邮件列表里 或者衣袖里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存档 而这样就会便于我们新来的贡献者 新来的用户就通过这些 历史文档就可以快速的对我们的社区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那么还有就是再往上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要去做宣传 要去做推广 要让更多的用户使用到我们的项目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能要需要去了解到品牌 我们的品牌是不能乱用的 阿拉伯期的品牌 包括我们项目 我们项目的品牌 在哪些情况下可以用 这些也需要去我们去逐步的去掌握 好那再往上呢我们需要去做到足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我们的社区呢要自制高度的自制 我们可以证明自己 我们的社区有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能力 所以说我们的贡献者 他不仅仅是在国内了 他可能是国外的海外的贡献者 而这中 而这些关键的阶段呢 其实我们都会受到阿帕奇位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而阿帕奇位呢 他也会作为一个文化 作为一个思想 去影响着我们 好下面呢 去聊一下我们阿帕奇位里面的一个精英质量 好我们看到最左边的图 这里的功绩 包含哪些 这里的贡献包含哪些 包含我们的测试 包含代码 包含设计 包含文档 包含用户的支持 所以说呢 其实阿帕奇 它是一个精英智力的社区 在这里我们任何的人 都可以进入到社区进行贡献 而我们如何获取名誉 如何获取影响力 就是靠我们对社区做出的贡献度 而这里的贡献度呢 它不仅仅是包含代码 也包含了左边的设计文档 用户大一等等 好那阿帕奇位 它都包含哪些呢 有哪些共性的东西 是需要我们所有的阿帕奇项目 共同存储的呢 好第一个呢就是 Independence 那么它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呢是厂商中立 那么厂商中立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阿帕奇下面的任何项目 都不会被一个公司 或者个人所掌控 而这样的话就会为各个厂商 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环境 那么还有第二个含义就是 项目的高度的独立和自治 所以说在一个项目里面的 任何的技术决策 阿帕奇董事会都不会进行干预 那么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阿帕奇的一个名言 叫做community overcoat 搞得community呢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社区 那么也可以翻译为共同体 就是我们一群有着共同目标的人 我们共同前行 共同把我们的社区 构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所以说我们的社区 它一定是基于代码 但是呢 它要在代码之上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去构建 如何沟通 如何协作 如何让我们的社区健康可持续发展 那么这就是整个community 建设的这样的过程 而代码呢 它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阿帕奇基金会 作为全球最大的开源基金会 它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呢 也在于它与一种治理模式相结合 那就是让干活的人来做决策 那么这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 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 那这样的话就会让那些忙于写代码 写文档提秀的 他们都会成为项目重要的贡献者 并且呢 他们都是项目的方向和项目发展的制定者和决策者 还有我们人人都可以去平等的参与到社区进行贡献 但是呢 我们所要获得的影响力 一定是基于我们对于社区所做出来的贡献 那么还有 我们的社区一定是一个平等的社区 那么在这里 我们都是由个人去组成的这样一个社区 我们所获得的功绩和名誉 都属于我们个人 而不属于组织 而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工作变动 就会导致我们的名誉的过期 我们影响力的过期等等 还有就是我们的在整个开源项目的协作过程中呢 我们所做的决策 很多时候都是基于共识而做的决策 所以说当我们希望去推动一件事情 那么在社区呢 希望所有人去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 先发起一个proposal 然后呢 经过社区的讨论 所有的都可以去参与讨论 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意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推动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 阿华西里面呢 有一个懒惰共识的概念 而这样的好处就是 当我们提出一个proposal的时候 我们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表达 我赞成的这样的意见 而是如果在72小时以内没有人提出反对 我们就可以去推进这样的事情的发展 好那除了共识之外呢 还有投票 那投票的话 一般是发生在以下的几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呢 就是我们发办的时候 是进行投票 然后第二个场景就是 我们选举committer或者pmc的时候 会进行投票 我们既然在社区里去进行贡献 那么我们一定 无法避免的就是沟通和协作 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需要去进行 透明开放的沟通 我们需要去进行一步的协作 所以说我们去构建社区 我们去构建我们的community 它并不是简单的去开放我们的源代码 我们需要把我们如何讨论 如何决策这个流程通通开放出去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我们的社区的新的贡献者 可以去关注到我们的邮件列表 关注到我们的issue 就可以看看看到社区之前发生了什么 做了哪些重大的决定 而当然在apache里面有一句名言就是 如果我们的决定没有在邮件列表里发生 那么就代表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好还有就是我们有责任的监督 虽然在apache社区里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是基于信任 但是在个别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进行监督 比如说是法律的问题 我们的license问题 办权的问题就需要进行监督 还有就是当我们去往我们的代码库里去提交文档 或者代码的时候 我们需要进行peerreview 我们的任何人都可以去看到你提交的代码 或者文档都可以进行review 而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会有无数双的眼睛去发现 我们提到代码 我们提到文档 它哪里有问题 如果有人提出了疑意 那么我们就会把它进行修改 而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代码的质量和文档的质量 我们了解到了Apaq腐化器呢 它其实就是帮助我们Apaq的腐化器项目 然后熟悉Apaq位建设Apaq位 而我们也知道在整个的Apaq的关键阶段里 我们其实都在依托于Apaq位这样的一个大的思想 我们会遵循它里面的很多共性的东西 然后呢去做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实践 我们会通过不同的实践 我们多样化的实践 然后不同的尝试去找到自己最适合自己社区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最佳的实践方式 当我们去达到足够的自治和独立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的社区可以健康持续的往前发展 那么Dolphin Scheduler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进行了很多的尝试 比如说在我们的Committer PMC的选举之中 我们会在不同的阶段呢 就会设定不同的条件 然后还有我们在宣传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尝试 我们会进行Dolphin Scheduler的双周会 然后呢我们也会与很多的Apaq社区 进行一个联合的Meetup 比如说沙丁斯菲尔 多瑞斯 还有帕萨 然后在1.3.6的时候 我们也与Apaq Skywalking进行了一种合作 我们一起协作完成了Dolphin Scheduler的 链路监控的设计与开发 我们也参加了很多的活动 国内的话有南京供应链这样的开源活动 然后海外的话有Outreaching 然后谷歌之下这样的活动 也正式参加了这样的活动 我们收获了很多的贡献者 比如说有带商的贡献者 然后有海外的贡献者 所以说当我们去逐步的 找到与Apaq的这种最佳的时间方式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去走到毕业的一个阶段 那么当我们毕业之后呢 其实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独立去面对发版的问题 我们需要独立的去面对安全的问题 我们需要独立的去面对品牌的问题 但是当去成为一个顶级项目 还是一个让人飞 还是一个 Apaq的整个腐化之一 不管是给社区还是个人 都会带来很大的收获 那么对于社区来讲 我们可以收获到用户的肯定 我们会收获到很多的贡献者 他们陪我们一起风雨兼程 一起敌立前行 那么Dolphin Scheduler 毕业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真正要做到 拥抱全球 走向全世界 我们希望Dolphin Scheduler 可以让全世界更多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使用 给他们带来便利 那对于个人 从Dolphin Scheduler 开源到Gate Hub 然后到进入到Apaq腐化器 再到成为一个顶级项目 自己非常的有幸 能亲身经历整个的过程 而给自己也带来了非常大的收获 我到现在都非常清晰的记得 第一次见到我们的签品 吴胜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他在给我们去讲述Apaq位 Apaq文化 我当时就感到非常的震撼 而我也非常清晰的记得 当我第一次看到Apaq的使命 For the public good 为全世界美好 我当时就想到了教育的意义 教育是为天地利心 为生灵利命 为往生济绝学 为万世 还太平 教育和开源 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在传播着知识和技能 他们都在传播着感动 而自己也非常的有幸 可以把开源和教育 作为自己的事业 我相信他们 开源和教育的结合 一定有着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最后呢 我也呼吁 有更多的开源爱好者 加入到开源项目 有更多的大学生 可以早日的接触到 Apaq的开源项目 我们可以在这儿 进行进行的学习 我们也可以去学习Apaq 为我们看如何进行协作 如何进行沟通 如何进行决策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高校老师 也可以加入到开源 一起去感受开源的魅力 当然我更希望 在国内有更多的优秀的项目 能够进入到Apaq基金会 能够成为顶级项目 能够真正的拥抱全球 走向全世界 行来 没有更多的优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